数不到一个月 贺锦丽和川普的民调警谣 现在双方都寄出了媒体战 而贺锦丽狂上节目拉票 再度登上了时尚杂志封面 营造干练形象 而川普则是大打反一鸣宣传战 宣传大选日就是解放日 而引发争议的川普传奇电影 也在全美上映 恐怕会冲击选情 大选之日逼近 各界大打媒体战 川普传奇电影谁是接班人 就选在投票日前几周 全美上映 讽刺川普狂妄不认输 甚至演出他涉嫌性侵 第一任妻子的情节 恐怕冲击选情 但川普也大打宣传战 对于网络最近疯传 称移民黑帮持武器 射杀科罗拉多州 一处公寓的民众 虽然警方驳斥 这是犯罪问题 不是移民问题 川普仍在造势场上 指控大量非法移民罪犯 占领美国并放话 大选日就是解放日 你没有必须冲刑人 进入国家 贺锦丽也锁定媒体闪电站 马拉松市参加脱口秀节目 又接受Podcast访谈 更再度登上时尚杂志封面 穿咖啡色西装和私职衬衫 营造优雅干练形象 标题称贺锦丽是我们 这个时代的候选人 欧巴马也替贺锦丽拉票 喊话非裔男性也该挺鹤 双方战况激烈 不过路透社民调分析 中产阶级的风向最近变了 从川粉变成挺鹤 贺锦丽超车逆转幅度 高达9个百分点 不过美国数据科学家利用模拟 预测谁将获选时 发现川普的预测选举人票数 上周突飞猛进 但他叹言查不出翻盘原因 并且选情不到最后一刻 随时都可能出现转变 记者李清聪报道